很多時候我們都寧願花多點時間 跟家人一起、跟小孩一起 多過花很多時間在廚房 所以我希望這個做法可以幫到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屎嫂晴晴 我是屎萊姆 今天我們開一個新的系列就是 懶快廚房 懶快廚房,那就是屎嫂廚房 以前的屎嫂廚房,我們會做很多的有趣 或者是新奇 今天現在不有趣 但我已經不同了 你怎麼不同 我身為一個常常煮飯的家庭主婦 變成媽媽 是的 所以我就決定要拍這個系列 將我一些秘訣 這麼厲害 怎樣又快又好吃的秘訣分享給大家 大家吃不到我煮的東西 那我就說好吃就好吃 但是,屎萊姆,你先說好吃嗎 不要 我這個處理比較難 我不會哄老婆,就是亂說好吃 所以好不好吃呢,你會去煮東西吃 好吃的 那10次裡面有多少次是好吃的 通常是12次 所以我內心的潛台詞就是 我不想死 麻煩你來 KLB,你找點專業一點 今天我會示範一個我覺得超級快超級容易的方法 就是要煮這個柱喉牛腩條 你也有吃過 吃過,好吃的 我煮過很多次 是,很多次 是啊 其實大家知道,很多人煮柱喉牛腩 他會預備八角、陳皮 或者很多東西自己混合那個柱喉醬 是 那我本人的原則就是 有現成的醬,當然就有現成的醬 這個不是原則 我的堅持 這個不是堅持 這個是你的懶,對吧 是啊 所以這條片的目的就是懶和快 好,我們開始了,好嗎 好 好,那這個就是牛腩條 我可以買嗎 在這些凍肉店,整包買回來就解凍 這個就是,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吃紅蘿蔔 就是炆魚子我覺得很甜 好 但通常人們只是做白蘿蔔 然後有些薑,一些冰糖 其實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然後其他人還有些白角的,你有空就做 那材料就是大概這樣 那我備材料其實五分鐘之外已經做完 因為你拿了一些刨絲的那些,拿著蘿蔔 然後就是以前的那些 然後用薑切一下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這個是我的… 玩人秘方 是啊 那我們開始了 那牛腩條其實你切呢,你就切一半個手指那麼長 那很多人呢,其實會用牛腩也可以的 那有些人呢,煮之前,或者是牛腩會先飛水的 那飛水呢,就是拿些薑 趁它冷水的時候,你會把肉放進去 然後等它大概飛大概五至十分鐘,滾了 這樣就補出來 那就是撒了一些油和酥味的 那但是,為了快 和我個人真的真的沒有太大分別的話 那時候呢,我就會寧願直接來 飛了個飛水 對,飛了個飛水 對,飛了個飛水 對,因為你知道真的很趕時間 有時候不想弄那麼多東西 其實幾片薑就可以了 你想怎樣切都可以的 薯喉醬 這樣開始就會先把兩斤放進去 我會覺得這些蘿蔔爆一下油會比較好 對,就像我做薯仔雞翼一樣 我都會把薯仔丟進去炒 然後再拿去 嗯 要加多少水 那些水,我想你蓋過的食材一半 那下完水之後呢 有一件事我必會做的 怎麼冷都會做 都要加一顆冰糖 因為冰糖會令肉質鬆軟一些 還有那些糯米會比較甜 然後就炒了 然後我們就蓋上蓋了 有得去煲 可能十幾二十分鐘回來看看 現在過了二十分鐘 已經收乾了它的汁 我們現在試試味 其實都好像很上色 很香 好吃 牛奶條已經夠味了 我試試蘿蔔 這個蘿蔔看起來也很有味 嗯 蘿蔔很甜 很好吃 我覺得已經夠了 我們可以上菜 登登 那這些柱厚燜牛奶條就完成了 現在我試試配一碗白飯 很棒 這個真的很好吃 好棒 其實有些紅蘿蔔也挺漂亮 這個菜本身會比較好看 哇 紅蘿蔔也很好吃 我已經很滿足了 如果用五分鐘來備料 之後二十分鐘來煮 我覺得一個晚餐已經很足夠了 重點是等待時間 你可以煮其他東西 是啊 其實兩個人你再多煮菜 不如你試一下 好嗎 OK 一塊牛肉給你先 嗯 很夠味 我記得我平時吃那個 味道更濃一點 它那個甜甜的味道 很過癮 這個簡易到真的連我都會煮 大家都會煮 好吃 好吃 因為我自己真心覺得 很多時候我們都寧願 花多點時間和家人一起 和小朋友一起 多過花很多時間在廚房 所以我希望這個做法可以幫到大家 嗯 好今集的懶快廚房就到這裡了 那我陸續會有我下一集的 下次再見你了 拜拜 懶快懶快懶快 懶快懶快 懶快懶快 拜拜 拜拜